拔河比赛应该是大家都参加过的一种团队比赛 而近日一群富家公子举行了一场豪车拔河比赛 路虎与奔驰大鸡的拔河比赛 分别是持有路虎和奔驰积极的富二代们进行了一场较量 双方约定好规则之后 将一根钢丝绳系在两辆车的尾部 比赛开始之后 大鸡瞬间秒杀路虎 直接被大鸡拖着跑 地上清晰可见一条长长的刹车痕 比赛最终以路虎哭了告终 两辆车的差别是机械硬汉越野与豪华SUV的差别 奔驰大鸡为越野而生 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架构 路虎是豪华SUV采用承载式车身架构 车身结构方面 大鸡有绝对的优势 奔驰大鸡车重2590公斤 路虎车重2413公斤 奔驰为胜 而真正的胜负主要取决于最大扭矩和马力 奔驰大鸡有着760牛米的最大扭矩 571的马力 路虎的最大扭矩为625牛米 马力为510 两者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奔驰大鸡对路虎的拔河比赛之争是毫无悬念的 土豪之间的娱乐活动果然也是与众不同的 这场比赛在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同时 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选购车辆的时候 不仅要根据个人喜好还要参考具体用途 喜欢飙车选跑车 爱后涉嫌选越野 安全舒适选轿车 两者兼顾 SUV 绿色环保电动车